在马来西亚,不少早年下南洋打拼的老一辈华人 都是靠经营杂货铺、五金店养起一头家的 别小看只是一家杂货铺或者五金店 这在当年啊,已经算得上是生活比较舒服的家庭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传统杂货铺都已经走向了历史关门解业 而在这一种家庭式杂货铺的市场中 也有不少第二代长头人在学生归来 看懂社会发展趋势之后帮助家族杂货铺 转型成现代化连锁零售店 发展到今天马来西亚人的日常生活 菜米油盐都离不开他们了 每个月辛辛苦苦工作赚到的收入 也会有一部分流向他们的口袋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原来这几家著名的连锁超市 背后的老板都是马来西亚华人 他们的经营模式都是把传统零售杂货店 转型成小而美的连锁品牌 再三四线小镇、乡村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 今天华人百科就带大家认识 马来西亚最有实力的四家连锁超商大亨 看看马来西亚品牌是否有实力 跟国外的7-11、Family Mart、A1 Mart抗衡 他们的故事相信可以给年轻人 不少借鉴的经验和信心 尤其是最后一位 在短短30多年 已经开设了2000多家分行 直到今天也还在积极拓展新店 预计在短期内也将推进上次程序 成为除了Mr.DIY之外 再以为造福神话 说起KK Mart 很多人都会想到 这是一家生意经营24小时的便利店 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是 这家教育户晓的连锁便利店 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华人 蔡志全所创立的 1967年 蔡志全出生于萨拉越的古镜 从小就受过了良好的教育 中学毕业之后 曾经到律师就读酒店管理课程 过后由于学习环境过于自由 他便决定错学回国 转念ACCA 在大学毕业之后 成为了一名会计师 90年代 全球都经济股票投资热潮 在当时谁没有投资股市 感觉都要被时代给抛弃了 因此他也跟风转行 走入股票行 当起了股票经济 那时候蔡志全负责的香港客户所买卖的股票 都是以数百万千万令吉计算的 因此让他赚了不少佣金 自己也开始分批买入 但好景不长 1998那一年的晴天霹雳骨灾 让他输得勤家荡场负债累累 当年落难之时 他只能到处向朋友借钱 以便找人还清债务 同时他也一天搭起份工 拼了命的努力工作 只要是可以赚钱的行业 他都一一做过 什么地产经济保险代理 信托基金代理 卖燕窝等等 蔡志全后来坦言 很庆幸自己是在20多岁时 就面对了人生这么大的波折 但也是因为这起股灾 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之后他选择勇敢面对困难 不断努力工作 熬过人生低潮 还清了债务 重新调整人生方向 蔡志全在2001年 用了6万令吉 在吉隆坡旧股载路 Kuchayama 开设了第一家 只有半间店面的KK Supermart便利超商 作为一个缩小版的超市 蔡志全指出夜深时分 才是KK Supermart的经营高峰 因为在这个时候 一些夜深下班的附近居民 就会到KK Supermart消费买东西 其中冷冻饮品为最佳销量 发展到今天 KK Supermart已经拥有了700家零售店 是全马第二大的迷你市场连锁店 仅次于99 Speedmart 比一比我们的价格 这句标语说出来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EconSafe超市 但你知道吗 益康省EconSafe前身 还只是在巴城一间名为熔龙的杂货铺 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就开始投入运作了 1955年 赖宝田和老婆蔡比珍 在巴城一个小镇 开了一家只有200方尺 卖不到200样小物品的杂货店 到了80年代左右 澳洲留学的孩子 赖西昆和两位弟弟 发现在当地连锁超市的经商概念都非常好 但是回到马来西亚才发现 国内也缺少这种类型的超市经营概念 于是兄弟俩变和 父亲商量决定将杂货店转型 在1990年代 熔龙迷你市场就从一间店面 拓展成为四间店面 并且他们的名字还正式改名为今天的益康省 为了要保持价格的竞争力 所以环境和其他霸击市场比起来 就相对没有这么舒服啦 为了避免将高运营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EconSafe的撞簧设计都属于比较简单 而且一目了然 让客户轻易找到自己想要的物品 另外EconSafe365天 全年午休 以天天低价格的标语慢慢拓展 发展到今天 EconSafe已经拓展到全马将近100家分行 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草厂之一啦 当我们经过地铁站购物上场时 一眼就能够看见那个红色Mind News招牌 很多人不知道这是这个品牌 其实创始人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 郑大陆 1997年 他放弃了一份月入高达五位数的高薪舒服工作 重新开始和太太一起出来创业 在创业初期 郑大陆夫妻 两载OneUtamer购物商场租了一个小摊位 开始了第一个小暴摊 但随着科技时代的发达 才刚刚打好基础的Mind News就迎来了数码时代 那个时候整个印刷行业都受到了冲击 苏暴摊也成为了西洋行业 为这样郑大陆便把自己的商品从摆在地上转移到自己设计的价值上 改变了以往爆摊凌乱的形象 没想到这样小小的改变却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有了现金流就开始从一家变两家 五家十家一百家 在2016年还成功挂牌上市 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和肯定 2019年郑大陆也与日本人合作 推出了Ready to Eat Food 由日本专家前来马来西亚协助设立工厂研发制作面包 2021年的时候 郑大陆也跟韩国著名的连锁店Cumat合作 在大马开始分行 目前Mind News也成为了马来西亚著名的连锁便利店 所以价在全国拥有500多家分行的商市公司 但是最近这几年公司业绩不太理想 所以股价频频下滑 目前市值大约是3.9亿马币 对于大马人 99 Speedmart肯定不陌生 住家附近总能够看见一家又近又便宜的99 Speedmart 这家便利超市是由李良华一手创立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1964年出生的李良华在8个月大时候 就被诊断出患上小儿麻痹症 下肢瘫痪 只可以坐在轮椅上 从小被一家人背着上下雪 风雨不改 坚持了6年 总算完成了小学学业 但是因为长期行动不便 家中人口也比较多 加上缺乏交通工具 李良华因此没有办法继续升学 尽管如此 李良华也没有放弃学习的意志 她靠着向朋友借来的书本和字典自修 为了赚取零用钱在自家门口做起了买卖零食的小本生意 渐渐的她心里萌生起了开杂货店做生意的念头 23岁那年李良华 并借着自己对杂货零售的经验和兴趣 在家人的协助底下 投入了17000令吉的所有存款 开了一家杂货店取名为协和 虽然当时她有了10年的买卖经验 但毕竟经营小档口和杂货店还是有所区别的 因此她依然需要重头学起 从产品系统、商品排列到服务模式 她亲力亲为一一探索 因此协和杂货店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 两年之后李良华的生意逐渐步入轨道 但是她并不安于现状 对世界的发展她从来都不为自己设限 她开始留意了市场的资讯不断学习 更是轻声到市场考察 她觉得传统杂货店的经营模式受限难以拓张 于是将杂货店以88000令吉卖给了亲戚 带着卖掉杂货店所得到的钱 她在1992年开了一家迷你超市 取名为99 Mini Market 直到2000年为了公司长远发展打算 李良华开始重塑公司品牌形象 才正式易名为今天的99 Speedmart 并开始尝试连锁加盟经营模式 开设了14家加盟店 但是因为公司薄利多销的销售模式 加盟商赚不到钱啊 李良华便在2003年 逐步将加盟店收回执行管理 收回加盟店之后 她也开始调整公司制度 开设更多分行 经过20多年的系统和制度不断完善 99 Speedmart的数量开始爆发式增长 2008年已经拥有了100家分店 然而时隔不到10年时间 99 Speedmart在2017年 就达成了1000家分店的里程碑 今天啊 99 Speedmart在全国已经拥有 超过2000家分店了 已经是国内最大的连锁潮市了 生产之间的李良华用自己的精力 来为我们带来许多喜发 尽管不良于行 但李良华从来不怨天尤人 更不觉得遗憾 而是拼了命的奋斗 靠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片天 事实上 马来西亚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故事 像是Seggy Fresh Seng King VSDIY 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连锁超商企业案例 视频的最后 在听了以上四位连锁大行故事后 你有从中学习到什么细节吗 你还知道哪位实力派的连锁企业老板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也欢迎你把这一期视频 分享给神别的朋友 这里是火轮百科 一个关于火轮和金鲜的频道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探出更多 被埋没的火轮故事 记得订阅我们 我们下星期再见